米谷 我这是幻听了吧 米谷摇泪摇头 继续研究草药包上的使用须知 好啊 米谷 竟敢听而不闻 凤九揪住米谷的耳朵 爱爱爱 疼 米谷疼得转过身子 看到了气冲冲的凤九 小殿下 是啊 大概是幻觉 米谷摇摇头 你才是幻觉 凤九气呼呼地回呛一句 小殿下真的回来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米谷用力捏了捏自己的脸 撕 看来不是梦 米谷 你是多不信任我 你干嘛呀 见米谷非但没有感恩戴德地 感谢他大发慈悲 反而往门外跑去 这下子 凤九更是闹闷了 米谷跑出去 望了望天 一脸不解 这也没一下红雨啊 小殿下你怎么就回来了 算了 我还有事要办 懒得和你计较 小殿下有什么事 米谷回了魂 可还是不可置信的样子 你收拾一下回青秋 我要先去一趟东荒石里桃林 找哲言 凤九想了想 与其和清醒的姑姑正面交锋 不如尽早避开 不然他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守住 他就是凡人素素的秘密 找哲言上神 小殿下的伤 米谷担忧起来 还以为是他的伤情出了什么问题 凤九解释 我没事 就是有笔账要和哲言算上一算 哲言留下的那要苦的他差点灵魂都出窍了 此仇不报非金子 那就好 米谷安下心来 我们走之前 丈人给姑姑捎句话 就说我的伤养的差不多了 就先回青秋了 让他好好休息 不必挂心我 凤九补了一句 也是 姑姑都近七天没有合眼了吧 那炼丹炉的火是一刻也不能熄灭的 他是该好好的睡上一觉 凤九 你怎么来了 伤好的差不多了 白真有些惊讶 嗯 好了 凤九点点头 你也真是 段位都做得出来 你是真的不把自己的命当一回事了吗 遇上这事 老是好脾气的白真也动了肝火 凤九乖乖地认错 凤九知错了 以后不会了 这是实话 如今他与东华的名字聚在三生石上 他便没理由由再次断一尾了 白真瞪了他一眼 也不知道你说真说假 哲言从九窖里走出来 哎哟 小狐狸来了啊 伤口好些了 凤九卸上神的救命之恩 小事 不过珍珍倒是生了气 四叔 你别生气了吗 凤九也不想当青秋的第一只八尾小狐狸 只是听我爹说九尾狐的狐狸很有用 才想要在三生石上刻字 试试看能不能把帝君的名字刻上去 你啊 真是胡来 白真除了叹气 就是叹气 那你可刻上去了 没有 凤九低下头 那名字像是三生石自己长出来的 不算他刻上去的 白真轻声问 那你可死心了 就让老天爷做主吧 凤九灿然一笑 哎 白真又叹了口气 终于懂了小五当时为何会苦笑 哲言神来一笔地问 我留下的药 你可吃了 想起那药的滋味 凤九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湿了 哲言很是满意 那就没什么大碍了 真真 你也别担心了 小狐狸自有分寸的 凤九在桃林里下了厨 一桌的美味佳肴光是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 哲言则是一脸的若有所思 真真 我劝你别动快 文言 躲在桃树后面的凤九心一跳 莫非是被他发现了 为什么 我都好久没有吃到小狐狸做的菜了 白真没有理会 大快朵一阵 突然 在尝了一口汤之后 他脸色大变 立马就吐了出来 水水水 哲言灵机一动 刚好试试这桃花蜜 他手一伸 凭空拿出了一个小罐子 白真尝了一勺桃花蜜之后 脸色终于好看了些 小狐狸 你在汤里放了些什么 凤九从树后面走过来 放了几颗药 药 你无缘无故在里面下要做什么 白真不可置信地问 想要他的命也不是这么做的 报仇 凤九哀怨地看向哲言 谁知道反而让四叔中了招 你怎么塌了 白真干脆问哲言 没什么 就是给了他一瓶药 哲言摊了摊手 一脸无辜 你早知道这菜会有问题 你不早说 我说了呀 不是劝你不要动快了吗 文言 白真气问了 随后他又问凤九 给你要怎么了 为什么要报仇 刚刚你尝到的 一大锅汤里不过只放了三颗 而我当初是直接吞下去的 凤九悠悠地说 就是说 你尝到的苦味 还不及我那日的万分之一 白真恐惧地吞了口口水 不敢想象那会是什么可怕的味道 诀言调侃一句 哎呀 都是大人了 怎么还像个小孩子 是得怕苦 这不是小孩子的问题 根本就是你把药做得太苦了 凤九委屈地控诉 是啊 你把药做得这么苦干嘛 白真也把矛头对向哲言 怪我 哲言觉得好笑 不怪你 好啊 来 喝几口 白真咬起一勺汤药味他 哲言立刻避开 你看 就连你自己都喝不下去 这药 的确是苦了些 哲言含蓄地说 那你得有所表示啊 不然小狐狸以后成天在饭菜里下药 我可受不了 白真心有余悸 好吧 你想要什么 凤九眼睛一亮 什么都可以吗 你说 只要是我有的 一定给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对内伤 外伤有奇效的药 东华之后会受伤 他的未雨绸缪才成 我不是已经给你了吗 你丢进汤里的药就是啊 啊 可是 那很苦啊 凤九愣住了 哲言摇头 这我就没办法了 里面如果放入甘草 药性会削弱很多 而且苦味也不会减少多少 没必要这样得不偿失 那 如果是这个人 失去了九成的功力 吃这药也不要紧吗 凤九小心地问 白真默默地叹了口气 何必这么拐弯抹角 任谁都知道 他口中的人是东华帝君 似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 东华受伤了吗 哲言问 这前几日在昆仑虚 他不是还好好的吗 凤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那个 你被不识之虚吗 对了 方才你拿出来 让四叔吃的桃花蜜是什么 好像很有用的样子 他四叔向来是最最怕苦的了 试问昆仑虚的人要来的 用来舔嘴的 凤九思考一阵 我也懒得再去一次昆仑虚了 你分我一点桃花蜜 我们就扯平了 没问题 哲言一口答应 大不了他日后去昆仑虚的时候 再向他们要一点就是了 凤九心满意足地拿着桃来的桃花蜜 蹦蹦跳跳地离开了桃花林 没了丢下一句 只有汤里动了手脚 其他的菜还是可以吃的 白真苦笑 你看这丫头还有救吗 应该 哲言心里也没有底 他怎么偏偏就喜欢上东华了呢 青秋狐立动 白浅恢复记忆之后 便想起了那双眼睛的事情 不对 我倒是想起见大事来 你鼓一脸担忧 姑姑 你这半嘴半醒的 能想起何事 白浅冷哼一声 那时我立情节 被宿锦他趁火打劫夺了眼镜 如今我的节迹已经历完了 那双眼放在他眼眶子里头 自然是不大妥当 他自己想必养着我的眼睛也不自在 我这就去讨回来 你鼓愣住 觉得莫名其妙 姑姑这是醉话 那肃锦娘娘和时欠了姑姑一双眼睛 白钱白白手 你不清楚 不与你说 他看向凤九 征求他的意见 小九 你说姑姑说得对吗 那眼睛该不该讨回来 凤九点头 如实回答 姑姑说的是 如果姑姑真是素素 当年在天宫不晓得受了多少的罪 那眼镜无论如何都是要讨回来的 白浅笑了一声 不错 我这就去天宫 随后便换出了沉在湖中的昆仑扇 快步离开了湖里洞 凤九默默叹了口气 小殿下 你能告诉我 姑姑这是罪得太深了 还是 截破灯摔罪了 姑姑因此记起了他作为凡人素素所利的情节 那时候 在天上 他可谓受尽委屈和冷落 更是因为宿井的设计 被夺走了眼镜 这才在生下孩子之后 万念俱灰地跳下猪仙台吧 真是天意弄人 要真那么惨 又被人算计走了眼镜 讨回来是应该的 可是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姑姑上趟去大子民宫 也说是稍后就回来 没想到一身世上险些丧命 幸亏夜华去鬼界接应 姑姑才算是闲闲捡回一条命 今日姑姑又拿着扇子去打架 不知道又会出什么事 我说的可对 凤九看了吃惊的米谷 又接着说 宿井身份特殊 再加上人真也是被他陷害 才落得凡间历劫的下场 我也得去一趟酒重天了 凤九也出了狐狸洞 小殿下是怎么了 感觉怪怪的 尼谷觉得凤九方才的神情和话语 有着一股说不出来的神秘 他是怎么猜到我要说什么的 而且 方才的小殿下也太冷静了吧 罢了 反正我也帮不上忙 还是乖乖待在这里等他们回来吧 小殿下在天宫认识的人多 加上和帝君的交情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尼谷看得很清楚 那个帝君对小殿下不是无动于衷的 小殿下若有什么事 想必他也不会坐视不理 白浅冲入天宫之后 没多久 凤九也姗姗来迟地出现在南天门 两个门将立刻将手中的兵器交叉 横在凤九前面 我知道你们不认识我 青秋帝击白凤九 凤九自爆家门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顺利进去 门将冷哼一声 方才青秋女军刚才进去 如今青秋帝击久来 哪里有如此巧的事 好在我姑姑不会出什么事 不然 看太子殿下能不能饶过你们 凤九不以为然地说道 放心 任正稍后就来 他静静地站着 估摸着时间 此刻姑姑已经找到 宿景兴师问罪了吧 两个门将面面相去 不知道他要搞什么鬼 东华和思命远远地 看见了南天门外的凤九 思命 你去把他带进来 凤九也看见了他们 唇角微钩的样子 射人心魄 任正来了 思命一路跑过来 小殿下今日怎么得空 来九重天了 思命 我是谁 清秋带小弟姬啊 思命懒然地看向门将 两位请通融通融 东华帝君正在太成功 等着见这位小殿下呢 两个门将有些惊讶 对视一眼后 放下手中兵器 这才让凤九进去 小殿下可不能在天宫这么乱跑 天规森严 可不是这么闹着玩的 你再如此闹下去 连帝君也保不住你啊 我没有胡闹 我姑姑去找宿景天飞了 我也得去 什么 凤九把思命拉到角落里 开始细细解释 我和你说 我姑姑就是当年太子殿下心尖尖上的那个凡人素素 什么 上神就是素素 小殿下你可不要胡言乱语 思命一脸的震惊 没有骗你啊 真的是 是姑姑自己打碎了截破灯 想起了前程往事 他说当初做素素的时候 是他非生上神的情节 如今我姑姑记起来了 就要去找素景要眼睛啊 你忘记了 素景当初憋落珠仙台 就说是素素推下去的 如今姑姑记起来了 这些都是素景冤枉他的 他这就来天宫讨眼睛来了 那 那不是 要大闹一场啊 思命有点愣 不和你多说了 我去洗蜈蚣了 随后 凤九闪身不见 思命喊道 小便想 哎 这事儿的尽快告诉帝君才是 怕是要出事啊 于是 他又跑向了东华 帝君 这 东华打断他 不用说了 我都知道 我去大定一趟 思命一头雾水的跟在后面 帝君是何事知晓的呀 走了没几步 东华停步 看向思命 叶华应该快回来了 你就留在南天门等他 再将发生的事一一告知 我负责拖延时间 素景捂着眼睛 满脸是血 在心奴的搀扶下 往走上大殿台阶 凤九见着他的惨药了 心中不忍 可以想起素素受的苦 便又怒火熊熊 素景 你给我站住 我姑姑呢 素景捂着血流不止的眼睛 冷笑一声 你姑姑 你姑姑抢走了我的眼睛 我这样来想天君要说法呢 你这个歹毒的女人 当初竟然陷害我姑姑推你下周仙台 还骗太子殿下挖走了她的眼睛 害得她伤心欲绝 从朱仙台跳下去 你这双眼睛原本就是我姑姑的 自然要还给她 素景一副愤怒的样子 你休要血口喷人 我怎么会知道当初的素素是你姑姑 就算她是你姑姑又如何 她假扮柔弱 推我下了朱仙台 伤了我一双眼睛就要赔给我 哪怕她是上神 也要赔给我 凤九心中暗叹 这女人怎么就不知悔改呢 可她表面上还是装作被气得说不出话的样子 你 你 你们青秋的女人是高贵 一个个生出就是地基 可又如何 难道我天族的女人就该被欺负吗 素景见她说不出话 便越发的气势汹汹 你这个人太恶毒了 竟然到今日 到今日还要污蔑我们青秋 趁人不注意 凤九悄悄施了幻树 然后默默地走到了边上 素景 对不住了 素景冷笑一声 对着白凤九的幻影上前一步 你姑姑推我下珠仙台再仙 陪给我眼睛再厚 我有什么错 难道她是上神 就能为所欲为了吗 你以为这是哪里 这里是九重天 这么多仙人在 都在看着我们 难道仅凭你姑子两个说的话 就能颠倒黑白了吗 白凤九 无论你今日说什么 你姑姑都要给我一个公道 将我的眼睛还回来 素景想要狠狠推开凤九 可那只是一个幻影 她扑了个空 不小心摔下了台阶 娘娘 心奴大惊失色 凤九偷偷地吐了吐舌头 好在这台阶还不高 所以也就是摔了一跤的事情 她无辜地向中先摊手 我可什么也没做 阳光太晒了 想换个位置罢了 素景吃痛 被心奴扶起来之后 顾不得与凤九生气 双手四处摸索着 无助极了 书败们可都在 在这里吗 被素景换作书败的将领 也是一头雾水 他们急忙围上去 扶住了素景 素景丫头 你怎么又把自己搞成这样 我听了半天也没听懂 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会和青秋的人有争执 素景抽气一声 是青秋白浅 白浅挖走了我的眼睛 什么 他为什么要挖你的眼睛 他就是当年的素素 他们很是震惊 白浅上神是当年那个凡人 不错 素景柔柔弱弱的 央求道 几位数百可否陪我去大典 我要一五一十 向天君丙奏此事 哪怕 哪怕最后天族要向青秋低头 我也要把这件事说明白 眼睛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天族的颜面 素景丫头放心 是非曲直 到天君面前说一说就明白了 不用怕 我们陪你去 几个人扶着素景往台阶上走去 装腔做事 凤九平静地给出结语 这个素景果然是在天宫长大的 很会看人脸色 也知道该如何见机行事 场面话更是说得溜 单纯的素素会栽在她的手上 也是必然 凤九也不着急 慢悠悠地往台阶上走 此时 有人拉住了她的手腕 凤九回眸一笑 东华一愣 凤九起了顽心 故作委屈地控诉 碧君 那个素景 他 他 东华回过神 放开手 瞥了他一眼 跟我走 哦 凤九一步一驱地跟在他的身后 进了大殿 好戏开场了 素景跪着上前 扯住天君的衣服下摆 求天君给素景做主 天君 当年的事天君最清楚 求天君给素景做主啊 天君来来回回地走着 他叹了口气 伸手想要将他扶起来 掀起来说话 看天君的样子 摆明是知道整件事的真相 那么当初素景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 就是有天君在背后撑腰的缘故 凤九观察着每个人的神色 冷静地判断着 不 素景不能起来 素景若是起来就等于认下了这桩罪名 白浅上神不止是挖走了我这双眼睛 还要我 还要我为当年他跳下诸仙台的事赔罪 让我自请除去仙集 去守弱水之兵求着秦仓的东皇中 永生永世再不上天 凤九在心里悄悄地给他家姑姑竖了个大拇指 果然是姑姑的作风 霸气 素景说完之后 大殿上一片哗然 虽然我天族因为丧吉的事 欠了他们今秋一笔债 但也不能任由那位上神如此随便 冤枉处置我们天族的人 不错 素景是忠义之后 我们如果任由他这么被人欺负 如何对得起我们昔日的兄弟 几个将领负义 买名是站在素景那一边 该他出场了 凤九上前一步 你们不能只听素景的一面之词 也该问问我 问问我姑姑 一个头领冷哼道 你姑姑挖走人家眼睛 就一走了之了 她是青秋女君 又是四海八荒尊称的姑姑 我们如何请得动她 若是她想给我天族交代 就不该偷偷将这件事做了 又偷偷走掉 凤九一脸气愤 我姑姑偷偷走掉 还不是为了给你们天族留个颜面吗 难道要昭告四海 当初你们的素景娘娘还是天妃之识 就如此恶毒 陷害一个无权无视的凡人 抢走她的夫婿 挖走她的眼镜 害得她跳下朱仙台吗 她边说边往前走 同时悄无声息地给素景下了幻术 下一刻 如凤九所想的那样 素景突然站起身 发疯一样想要推开凤九 她这次又扑了个空 直直摔倒在地 心里对白凤九开始有些害怕 可还是气愤地叫嚣着 你一个小姑娘 怎么能如此歹毒 你姑姑挖了我的眼镜 你还在这里给她颠倒黑白 凤九沉下声音 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就是你们天族的处事之道 指鹿为马 仗势欺人 她目光森楼 周身散发出来的气势 震慑住了所有人 也包括天君 东华倾壳欲生 提醒她 眼里却是十足的激赏之意 怎么大家都不说话 东华一提醒 凤九才发现 自己竟不自觉地拿出了东荒女军的架势 她捂住嘴 坐视打了个喷嚏 随后便是十足委屈的模样 她倒退几步 无措得看向周围的仙人 你 你们 你们这些天族人 就是欺负人 就知道为这个女人说话 当初你们污蔑了我姑姑一次 难道现在还要再来一次吗 天君回过神 还以为方才是自己花了远镜 竟然被这小丫头给吓住了 放肆 凤九受了惊吓 我 东华伸手 将她拉到自己的身后 确实放肆 凤九此事更加委屈 可是分明是肃锦谎谎话连篇 东华看了她一眼 让她闭嘴 她又淡淡地扫了眼中先 看向天君 这件事扑朔迷离 每个人都说的不同 天君 本帝君有句话 虽然有些得罪天君 但还是觉得 必须要说 天君 毕竟请说 东华娓娓道来 这件事牵扯到天族和青丘 而肃锦又曾经是天君的天妃 本帝君以为 这件事天君不该出面 否则难免留下口实 让青丘以为 我们在断这个案的时候 是有私心的 见天君有所动摇 东华停顿一会儿 又接着讲 天下人都知道 本帝君是曾经的天地共主 又和任何不足都无亲近的关系 后宫空置 远离红尘 本帝君以为 这桩公案要由我来主持 才能堵住悠悠众口 天君愣了一愣 看了一眼安静地站在他身后的凤九 可帝君与青丘白凤九之间 凤九嘟囔一声 看我做什么 我脸上是写着后宫还是红尘二子吗 东华倾壳一声 他垂下眼 似乎有些不耐 怎么 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天君也是个见风使舵的 他急忙表态 好 本君也以为 帝君的这番话很有道理 那本君就在一旁听审 不再多元了 凤九在心里安笑 觉得畅快极了 宿景 宿景见识他来主持此事 心便凉了大半 他不由地怯懦起来 帝君 东华淡淡地问 你可觉得本帝君会偏袒青丘 宿景咬咬牙 虽不甘心 可还是说 宿景 不敢怀疑帝君 东华在看向支持宿景的一众将领 你们呢 可认为本帝君会偏袒白浅 一众将领对视之后 起声说 陈等不敢 那 宿景 你就慢慢说吧 从七万年前说起 我酒居太成功 并不知道你们这些 现在就给你个机会将此事说清楚 是 七万年 这可有的说了 凤九小小声地说 有些苦恼 又要站上好久了 此时 东华回过头 看了眼凤九 去帮我泡杯茶来 可是 他记得 先会给他送茶的啊 嗯 还不去 是 帝君 凤九这才明白 他是让他借此机会出去透透气 便开开心心地领了命 然后顺理成章地出了大殿 出去给他张罗茶水去了 带走得离大殿远了一些 凤九长长地输了口气 真是闷死了 帝君真是惨 同样的故事还得听上两遍 罢了 我还是赶快泡壶茶送过去吧 留他一人在那里 总觉得有些罪恶 他拉住一个仙鹅 你们仙鹅之间 可有谁专门负责大殿的茶水之事